而我们的镜头要带您到玉璃镇 玉璃镇待会定期会镇代表林彩英 针对了玉城部落聚会所工程进度提出了质询 他表示已经都申请到了建造 也都进行动图典礼 不过至今却都没有施工 也令他相当的质疑 另外副主席江文博 则是针对了玉璃镇的大低标 也就是玉璃红桥 他的桥身颜色是严重褪色 也希望镇公所能够尽快的协助 把它还原成郑明心中的玉璃红桥 而代理镇长江东成则是表示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好把它完成 玉璃镇定期会林彩英针对玉城部落聚会所工程进度 直询镇公所的建设课 已经申请到建造也都进行动图典礼 至今为何部落动工遥遥无奇 这个111年的时候 我们动图你都在 你上任多久 五个多月 五个多月 因为你对这个应该有一点了解 有 有 好 刚才我们秘书所说的 五大管线也都通了 也都申请都OK了 另外副主席江文博则是针对玉璃镇的大地标玉璃红桥的桥身颜色褪色严重 希望公所能够尽快协助把它还原成郑明心中的玉璃红桥 那个是因为我们邀请不多啦 这麻烦台铁有没有 把我们那个两个红桥 一号红桥 二号红桥 把它恢复当初那个颜色 可是呢 很失望啊 这一次市政报告呢 没有看到要怎么再去如何规划我们的客人城这个区块结合当地的一些客人城的一些我们客家的文化 玉璃镇长也都一一回复针对林彩英的玉城部落聚会所的进度会由镇长本人亲自处理并且追问进度 玉璃红桥的部分将会与铁路局讨论尽快将褪色的部分来重新上色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成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